第五十三季的金馬獎 紅毯季夜在二十二號登場 第一組就邀請到這次入圍 多項獎項的一路順風 導演鍾孟宏和男配角納豆 一同出席 距離頒獎典禮時間 越來越近了 心情如何呢 我覺得心情都差不多吧 但是最怕是全部當歸的 沒有啦 我覺得開完後獎 應該不會因為納豆 數段晚上我覺得他們 廚師應該是確實沒問題的 是啊導演你就別擔心了 比較擔心的應該是納豆吧 首次入圍讓他開心的背上天了 是怕失足跌太慘 就是非常就到正經要公佈之前的 這兩個月過的 就輕飄飄的日子 然後每天去男人都說 你如果有說對啊 我好開心 好像要公佈了 就是好像要慢慢回到地球上了 總要回到現實的嘛 不過導演這麼喜歡納豆 都連拍四部了 之後還會不會再找納豆啊 看看吧 他如果有得獎的話就找他 沒有得獎 十次入圍就不用 就沒有得獎表示 真的沒有人演得很好 不會 不會 哇 導演真的很嚴苛呢